大家好!欢迎来到MKR新闻频道!不要忘记订阅该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新照曝光 罗云熙水龙吟银发造型惊艳众人 水龙吟是一部由罗云熙主演的古装玄幻剧 尽管仍在制作过程中,但却引起了网友们的广泛关注 有关这部剧的各种话题频繁登上热搜榜 尤其是罗云熙在剧中的各种造型曝光,更是让人眼前一亮 近日,有新的片场照曝光,罗云熙一头银发出镜 头顶华丽的金冠点缀,不仅没有丝毫吐气,反而展现出高贵的气质 他那极具辨识度的面容,加上俊俏的眉眼,展现出优雅洒脱的仙人风采 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对于男演员来说,驾驭各种古装造型基本上是家常便饭 但要完美演绎白发造型却不是那么容易 而罗云熙的银发造型则给人一种古装男模的感觉,赏心悦目 因此,不少人称他为剑膜脸,这样的颜值让人印象深刻 《水龙吟》改编自腾平的小说《千结梅》 作为经典IP的影视化作品,将玄幻和武侠元素融合在一起 罗云熙在剧中扮演神秘高手唐力词,身份显赫,不仅是绝顶高手 还是副甲义方的国旧爷,因此每次亮相都透露着顶级奢华感 令人印象深刻 如今,罗云熙的银发金冠造型曝光 显示出剧组在服装和化妆方面的高投入 每一次华丽的发型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罗云熙与这些华贵装造的契合度极高 每一次新造型的曝光都让网友和粉丝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这部剧的播出 其实,这并不是罗云熙第一次在剧中尝试白发造型 早前,在为某款手游拍摄宣传片时 他就曾以清冷的银发造型亮相 配以清澈有绳的眼睛 白皙的皮肤和气场凌厉的黑色战神装 展现出魅惑与霸气并存的气质 可谓是倾国倾城 虽然这仅仅是游戏造型 但却让网友们对罗云熙的银发造型深感惊艳 据西水龙吟有望在年底播出 各种片场照的曝光也进一步加深了 观众对这部剧的期待 男星罗云熙长月晋明白发 搭金官造型曝光 气场十足 网友惊叹精灵魅力 罗云熙与白露合作的长月晋明取得了巨大成功 他与莲花楼中的肖顺瑶 以及一念观山中的方一轮携手 拍摄了一部名为水龙吟的古装新剧 之前 罗云熙已经有了11种不同的造型曝光 其中银发造型引人注目 被称赞得像二次元角色一样帅气 最近 他再次更新了银发造型 不仅头发更白 还戴上了华丽的金色发光 脸上点缀着珍珠妆容 十分贵气 被网友封为精灵王子 早年 罗云熙因为出演了唐嫣和中汉 梁主演的爱情剧《何以生肖默》而展露头角 2018年 在杨子和邓伦主演的古装剧《香蜜沈尽如霜》中扮演男二号的《润玉一角》大获成功 被誉为《古装美男》 去年 他与白鹿搭档主演的仙侠剧《长月尽名》更是大获成功 一人分饰三角 成为了新一代的古装男神 罗云熙爆红之后 去年仙世与庆余年中的颂艺合作拍摄了古装爱情喜剧《严心记》 随后立即开始了他的首部大男主《玄幻武侠剧水龙吟》的拍摄 在剧中 罗云熙饰演的男主角唐力慈来自一个叫做《异境》的地方 故事借鉴了宋代太平广迹中的狐龙传奇 融合了离山的神秘色彩 打造出了玄幻传说的基础 他的服装更是融合了殷商 汉 宋 明等朝代的特色 因此他目前已经有了暗黑邪魅 白发黑衣 霸气帝王 华丽粉衣等 衣十一套不同的造型曝光 风格百变 帅气十足 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是最难以驾驭的银白发造型 首次曝光的白发造型中 罗云熙绑着高马尾 头戴水蓝色头冠 与银白色发色相得一张 再加上他精致的巴掌脸 十分俊美 被网友盛赞如同二次元人物一般 最近 罗云熙的新白发造型再次曝光 这次不仅发色更加白皙 还戴上了华丽的金色头冠 头上的造型神似飞翔的龙角 妆容也别出心裁 额头上点缀着黄白色的珠子 眉眼间还有几抹白色的痕迹 搭配着珍珠的点缀 如同流星划过的痕迹和泪珠 整个人看起来英俊潇洒 之后 罗云熙穿着一袭浅蓝色的衣服出场 仙气十足 再加上是在阳光下拍摄 整个人闪闪发光 宛如被镀金一般 粉丝们纷纷惊呼 简直就是精灵王子 真是神仙般的颜值 感谢您观看视频 如果您觉得这些时事通讯有帮助 请不要忘记点赞 评论和订阅